十年 整个十年文化大断层 拿着耻辱当光荣 你看那个什么亮剑里边写 那小姑娘唱的革命歌曲 革命的你就站过来 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对吧 他爸一听我就够操的了 我唱歌没唱滚他妈的蛋 对吧 拿滚他妈的蛋刚歌唱 小姑娘唱特美 就是非善恶的观念 黑白颠倒人妖不分 这个其实对于中国来讲是最可怕的 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 这么热衷于毁灭自己的祖先 毁灭自己的文化 那就真跟那个当年曾文正宫 讨岳斐席里边 骂太平天国似的 中国的数千年礼仪人伦 诗书典择扫荡殆尽 差点就是这个中国彻底就怎么样 就完了 你说你是一个中国人 你中国人的含义是什么 什么代表中国 文化代表中国 从血缘上说我们是炎黄子孙 从文化传统上说 我们都是孔孟传人